救護車十萬火機趕到海巡署內 將患者送醫搶救 因為不久前一名黃信支援役士兵 在洗澡時疑似遭到電擊 到在宿舍浴室內 當場沒了呼吸心跳 救護人員接獲通報後 也趕緊將他送到急診室內 在電廳稍早訪問 事發就在十號晚上七點多 海巡署台東分署二十歲的黃信士兵 經過搶救後 目前已經可以自行呼吸 而救護人員也表示 有在他的胸口看到疑似電擊傷口 不過由於浴室內 並沒有看到相關的電子產品 因此詳細的事發原因 還得調查釐清